朋友你好,今天是2022年1月27日,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说这广东东莞医医院年终聚餐,会场悬挂的条幅是手术是礼,全是钱 照片上传至互联网,一时哗然 随即,涉事医院深夜通过公众号发出情况说明,并向社会道歉 医生表示,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将对涉事科室和个人进一步调查 并按照医院的相关规章制度元素处理,医院将以此为鉴杜绝类似情况发生 同时进一步加强员工的思想教育 只是说了一句大实话吗?怎么就跟思想教育挂上钩了呢? 其实,应该思想教育的,我觉得应该是你们吧 医患关系是长久以来存在的问题 手术势力都是钱,更是一部分公众强化了医院主力的印象 由此呢,在舆论场上掀起了净说什么大实话的波澜 医生应该干的是良心活 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成 清末一个湖南老中医写的这副对联 在手术势力都是钱的新闻留言中是频频被提起 悲天悯人玄乎济世的情怀 与一切向前看的利语熏心形成了鲜明对比 逐利的医院新闻还少吗? 兰州现代南科医院手术过程中加价 让患者拖着半麻药的伤口下楼缴费 什么?钱不够?没关系 咱们有网贷,当场网贷补齐 沙西安康,无病女生愣是给查出了严重妇科病 推上手术台,中途又加钱 医德之坏莫过于手术势力的漫天药价 病人开堂被加价,恰恰就印证了那句话 人为刀组,我为鱼肉 这些医院,这些医生之举 彻底颠覆医生的职业道德 不仅要受到道德谴责 更要受到法律责任 由此呢,不难看出 手术势力都是钱 真是一句大实话 多用个药是钱 多做个检查是钱 多解决个并不存在的问题 他也是钱 在这背后,尽是患者的心酸 与这些所谓医生们的黑心 2021年4月 39岁的肿瘤内科医生张玉 在网上公布了一名患者的病例 反映肿瘤的不规范诊疗问题 揭穿乱象 引发舆论后 张玉就被他所在的医院调离门诊 在住院部工作 至今仍未调回 尽管无法在现实中接诊 但他是网络上的热门医生 好评率百分之百 张玉医生有一个字数 咱们一起来看 以下是原文 我是北医三院肿瘤内科的主治医师 擅长常见肿瘤的综合治疗 尤其是消化到肿瘤 如胃癌、肠癌、食管癌 胆道系统肿瘤和胰腺癌等 对晚期癌症患者的营养支持和止痛等 对症治疗也有些许经验 2006年 我从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系毕业 取得硕士学位之后进入北医三院 在工作的第三年 我获得了中级职称 今年是我工作第14年 我依然是中级职称 目前正在读博 我已经发表了十多篇 肿瘤治疗方面的论文 这些论文既有发表在国内杂志上的 也有的上了SCI 美国科学隐文索引 在医院工作十几年 还是中级职称的情况并不普遍 无法晋升职称的原因很复杂 主要是我个人问题 我出生在浙江渠州的乡下 高考填志愿的时候 我想去选个将来能当老师的专业 但被母亲阻止了 她说我的性格不适合教书于人 而且亲戚里有很多教师了 但还没有人当医生 就让我去学医 作为农村孩子 因为我的乡亲很少去医院 我当时误以为人不太会生病 还担心当医生的话 可能会没有病人 直到当了医生后 我才发现原来世界上有无数的疾病 而能治愈的只是一小部分 很遗憾的是 在这几十年来 我总能听到一些无良医生 坑害患者的事情 令我更生气的是 受损更大的都是穷的和地位低的人 可以这么说 农村患者是最容易被坑害的群体 而他们也是最弱势的群体 我总是想到我的父老乡亲 他们的知识水平很低 为了看病倾家荡产 但在医院里 农村患者与医生之间的信息不对等 是最大的 比如有一位善癌患者 本来发心的早 手术切除就可以治愈 但医生推荐他先做基因检测 再根据检测结果 进行靶向药的免疫治疗 靶向药很贵 医生却建议中山服 在我看来 这是花费最多 效果最差的方案 靶向药可能让他的情况 在几个月内有好转 但却让一期肾癌 发展成为二期或者三期 最终走向死亡 幸运的是 那位患者多方咨询 及时换了医生 做手术治愈了 但马进苍就不够幸运了 我最初之所以曝光他的经历 就是觉得他是农村患者 被坑害的典型案例 马进苍刚50岁 在青海西宁 确诊为AFP甲胎弹崴 阳性晚期胃癌病肝转移 这种胃癌虽然罕见 恶性程度高 育后差 但是呢 如果他在当地的医院进行 标准化疗 几乎都可以报效 每个月就自费几千块钱 他的经济条件虽然不好 但完全可以承受 而且呢 从我的经验判断 如果进行标准治疗 马进苍应该能有一年半左右的生存器 但他却跑去了上海 在上海他接受了各种昂贵的检查和治疗 不到半年就去世了 肿瘤外科医生专攻手术 其实对肿瘤用药与综合治疗并不精通 这些都属于肿瘤内科的领域 理想状况下 一名肿瘤患者的药物治疗方案应由内科医生来主导 但一般患者 尤其是农村来的患者 并不懂这些 如果一名并不适合接受手术的肿瘤患者 他的首次就诊 却去了肿瘤外科 那么他的治疗就有可能会走遍 马进苍的情况就是这样 马进苍的全家从青海千里迢迢到上海看病 付出了信任和金钱 却有如此遭遇 后来 他的女儿马荣告诉我 他觉得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我也觉得不公平 马荣找我求助的时候 是他父亲生前最后两个月 他可能想为父亲博得一线生计 但最后他没能得到好的结果 亲人去世 人才亮空 家人误解他维权也没进展 我自2020年4月以来 就一直帮马进苍家人发声 自我点名批评那位上海医生的事情 在网上火了之后 我被调离了门诊 到了住院部工作 至今也没有恢复出诊 2020年年初 我开始在知乎上写科普专栏 积累了一些粉丝后 越来越多的人私信我 请教治疗方案 我也因此见到了许多不规范的诊疗 当时我搜集了一批特别不靠谱的治疗方案 计划在专栏里公布 但当我挨个征求患者和家属的意见时 只有马进苍和他的家人同意 我公布病例信息 除了马进苍之外 还有其他错误诊疗的受害者 但他们都不同意我公布具体信息 我觉得其中受损害最严重的是一个鼻咽癌患者 这不是最严重的肿瘤 甚至通过积极的放化疗 很有可能治愈的 结果在放疗课 患者被医生建议去做了粒子治疗 粒子是一种内放疗 医生把一颗颗粒子植入到肿瘤组织体内 让粒子在里面发光发射线 把肿瘤杀死 看起来很高端 但它远比标准的外放疗效果差 精度不够 粒子还会移位 在鼻咽癌的所有指南中 都是如果常规放疗后复发了 可能再考虑粒子治疗 它绝不能用来取代一线的放疗 但内畏患者没有放疗 而是直接被植入了粒子 粒子是自费的按科算前 这种治疗方法与标准放化疗相比 对患者结果可能是生死的差别 因为植入了粒子之后 它的剂量在肿瘤组织里是不均匀的 如果再进行外放疗 无法检测剂量 患者可能会出事 但医生就是这么轻易的推荐了这种治疗 最可怕的是 因为有专业门槛 患者无法察觉有什么不对 也就根本不能监督这种随意的医疗行为 后来我与这位患者失去了联系 说实话 我很担心他的状况 作为人类重疾之王 肿瘤的治疗其实是有严格的规范可遵循的 在中外权威的治疗指南中 每个阶段都写明了有确凿的证据的检查和治疗 对于胡乱修改的方案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问题 治疗指南更新很快 每半年甚至几个月就出新的版本 比较权威的有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的 常见恶性肿瘤诊疗指南 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 每年发布的各种恶性肿瘤临床实验指南 以及欧洲肿瘤内科学会的指南 中国的医保政策也是跟着指南走的 权威指南推荐的标准化疗 现在几乎都可以由医保报效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 肿瘤作为重大疾病 治疗花费应当是无底洞 但其实真的可以花很少的钱进行正规治疗 并获得很高的生存率 我多次写文章劝肿瘤患者花钱要理性 大多数的高价检查要理性对待 而且大多数情况下 即使按最少的花费治疗疗效也差不了很多 贵的不一定就是好的 最昂贵的治疗方案甚至可能换来更差的效果 如果为了追求使用昂贵的药物 完全偏离各种指南 极有可能令患者利益受损 从我在网上收到的病例看 许多标准方案都被改得是一塌糊涂 我经常看到的是对肿瘤患者 什么治疗花费高就给他们推荐什么 2021年4月 我帮马建仓家属发生之后 很多事情一直都僵持着 其实我也影响到了医院的同事们 但他们对我的态度比我想象的要好 至少没有责怪我 也有一些医生质疑我甚至骂我 说我不该去曝光 还有不少人直接骂我是叛徒 我认为我不是叛徒 我是在维护医疗公平的正义 当一个医生做的不是医生该有的行为的时候 为什么其他医生不能说出来 我并不想打倒一片 如果说赚点药品补贴 可能过去90%以上的大夫都无法避免 不过现在新医改实行的药品零差价之后 医生的诊费也提高了 通过开药转回扣的现象已经是大大减少了 但依然还有一些其他变相或更加隐蔽的方式来创收 其实医院里还是有很多好医生的 大部分人还是选择坚守本分与专业性 我以前从没想过我会离开这家医院 但现在我想如果我离开 问题也不在我自己身上 这没什么可以心酸的 只是我还没做完我应做的事业 不得不说这张玉医生是当今社会难得的有良心的医生 针对肿瘤的治疗昂贵的治疗方案不一定是好的 如果只追求使用昂贵的药物完全偏离各种指南 极有可能就会令患者人才两空 好吧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